念佛的课本的内容来跟大家统统探讨 请大家翻到课本的103页 103页这边我们继续接着上次的课程内容 103页的中间这里 念佛的秘诀是不怀疑、不假裁、难道要不见断? 不夹杂任何妄念 绝敏妙行菩萨在西方阙子里告诉我们 连我们诵经、词作、摆颤、做法会都是夹杂 这些尚且不许何况其他呢 这样念佛才称一心 净土法门正如绝敏妙行菩萨在西方阙子里所说 最忌讳的就是夹杂 夹杂事法不能往生 夹杂佛法也不能往生 秘诀就是在专修 其实无论哪一个法门都要专 不可以夹杂修 不可以学得很多 越简单、越专越好 因为专才能得到慈心、清净 清净心、平等心为何得不到? 不专啊 这也想、那也想 不是大正佛法不好 一切精华都好 都想学 就是夹杂 这一生啊 没有这么多的时间与精力 怎么能成功呢? 无量的经典、无量的法门 你只要学一门 这点很重要 因为一门才能成就三昧 才能得定 才能把妄想、杂念、烦恼、消除 以清净心回向求生净土 没有不得生的 真正想成就 就得死心塌地 老实的念佛 老实自从此以后 不再修别的法门 如果要去拜三 还要去拜梁黄灿 这就不老实 再去念金刚经 念法华经 也不老实啊 西方确止 绝明妙性菩萨讲的人 念佛人 最记夹杂 什么是夹杂 读奥密头经 无量寿经以外的经 都是夹杂 持咒也是夹杂 杂心 闲话就更不必说了 还想一些神通 感应 都是夹杂 连作法会 都是夹杂 为什么 心不专啊 佛号就简断了 这整段的内容意思呢 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呢 如果我们是修念佛的 修了净土法门的呢 我们念佛呢 就是什么 功夫啊 你要能够进步 它的其中的秘诀呢 就是第一 你要能够不怀疑 不怀疑什么呢 就是不要怀疑阿弥陀佛 对阿弥陀佛 一定要有绝对的信心 而且呢 相信 只要我们念佛 每个人呢 在于 灵命中时 老的时候 都能够因为 你平常的念佛 有机会 决定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因此呢 对阿弥陀佛 要有信心 有信心之后呢 当然 我们说呢 一就是一切 一切就是一了 那你既然依靠阿弥陀佛 你就专心 以阿弥陀佛为主 那么呢 老实地就一句佛号 阿弥陀佛 从头念到底 你不要一下子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到时候生病的时候 又想要求药师佛 想说 药师佛是 给人健康 给人长寿的 所以呢 一生病了 就赶快转换跑道 跳到药师佛那边 那你的心就怎么 就没有信心了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杂的 其实每一尊佛 都是一样的 每个佛都很慈悲 每个佛的那个神通 每个佛的佛力 都是相同的 当你生病 你专心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还是会帮助你 所以呢 千万呢 一定不能够 一下放这个 一下放那个 这样子呢 是不好的 那你呢 不要三心恶意的话呢 老实地念佛呢 那么呢 就是不间断 一句佛号 二六十钟 只要空档的时间 不是需要很专注的 那么呢 都可以来称念这句佛号 分分秒秒都把这句佛号呢 能够挂在心上 那么呢 你要得到念佛的三面 这个呢 就很简单 其实呢 不是只有修念佛法文 要专注的 你做其他工作的 做其他的修行法文的 其他任何法文 也都是一样要专注啊 我们常说的 所谓的一门深入啊 只有一门深入 才有办法 成就 跟成功啊 我们简单做个比喻啊 好比是呢 如果你是一个挖井的一个 找水的一个工人 你一定呢 一个地方 持续的一直挖 一直挖 十公尺 五十公尺 一百公尺 只要你一个井的 一直挖下去 一定能够挖到水 这叫做一门深入 修行也是一样 要持之以恒 就能够什么 成就 那如果你是呢 这个地方 挖了三公尺 没有找到水 另外一个地方 再挖三公尺 又没有找到水 你这样子一直挖 一百个 两百个 一千个 都挖三公尺的话 告诉你 你永远找不到水 所以我们人类 最忌讳的就是一直挖 不断的挖 就像我们的几位 职生的空姐 十年以上 不容易啊 真的啊 那你十年以后 十年以上的 那你就说 私利就是生了 那你十年 你要当到座舱长 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你的私利换来的 你如果 做了三两年 这个 就跳槽到另外一个公司 再做三两年 你永远就是什么 就是空姐 空福源 一定的嘛 所以什么 这个是什么 要是资力 那么你一定要什么 一个定点的专益 这才是能够成就 因此呢 我们修行 佛法跟释法 其实都是一样的 最机会的呢 就是这样不断的变换 因此呢 我们法门修行 找到一个你相应的 你就要老实的 和好好的去专修 因此呢 你才能够有成就 能够开悟的 这个因缘 所以专修 也才能够得到 一心不乱 一心不乱 杂修的话呢 就是让我们 分散我们的心 因此呢 心容易散热 那么呢 这呢 就是在浪费你的时间 跟浪费你的体力 而且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这个成功呢 修学每一个方文 因为我们的时间呢 是有限的 因此希望大家 赚点就是一个老实 然后呢 一门深入 当你能够一门深入 一门通达之后呢 其他的法门 其实一样 都能够通达 所以呢 我们呢 一定要专修 不要杂修 因此我们都知道 学校 像一些大学啊 大专院校 都有设一个什么 叫做专修部 大家都知道 学校有设专修部 从来没有设什么 叫做杂修部的吧 为什么 因为你去就是要叫你专修 专修 如果你今天来上这一课 明天上来 上到最后 样样精通 然后样样都稀松 那你就完了 到时候呢 就逼不了业了 所以同样的 很一门深入的 那么呢 一定能够得定啊 那断烦恼 就能够生净土 所以这一点呢 是我们所必须要 要了解的 接着我们再看 我们的文章内容 消除业障 最妙的方法呢 本经啊 用一心念佛 一心呢 是我念这句阿弥陀佛 什么都不想 用清净心 来念这句佛号 越念呢 就越清净啊 清净心里 没有业障 真正念到清净心现前 你念佛 就有功德 如果念佛 清净心不能够现前 你念的再多 也没有功德 功是念佛的功夫 得是得到清净心 温西菩萨教我们的反文文字性 性成无上道 用这个方法 念佛呢 得一心就快 功夫就是得力 什么是反文呢 就是大世智菩萨讲的 都射六根呢 我们也往外看 现在我们要往里看 耳朵往外听 现在要听里面的 回头闻自性 回头见自性 六根都回头 这是明心见性 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要消业当 我们要能够征服会 消业当最快的方法 就是我们无恙寿经说的 我们只要用一心的念佛 就是一句佛号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样子老实的念 只要想佛号 从我们的内心 然后升起 然后念念 就是这一念 阿弥陀佛 佛号以外的 其他的念头呢 佛事呢 妄念 我们这时候就要放下 因为当你在念佛的时候 你就要专利在阿弥陀佛 你一边阿弥陀佛 一边想 待会股票 今天的股票 不知道是涨还是跌 那你的心怎么 就是打妄想 那你这个心就是什么 善乱心 如果你这样子的话 我建议你 你干确就去看股票就好 反而你还能够得定 专注的盯着那个电视荧幕 看他上 看他下 或许你还能够专心 但是你一边阿弥陀佛 一边想股票 想其他的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都是分心 所以我们说 做事 你要先后次序 要把它分好 我现在这段时间 是要念佛 我就只想念佛 不要想其他的 我要做其他的事情 我就专注做其他的事情 你不要念佛 不要这边去 去到东边又想西边 去到西边又想到东边 这个心 绝对是散问的 因此我们讲 修行人真是念佛的时候 就是管念佛 其他的都放下 那这样子的话 这念佛的心 就是清静心 你能够用清静心来念佛 那这才叫做功德 才能够消你的业障 不升起其他的念头 是念佛的功夫 得力的 才有功 心能够得到清静 这才叫做德 才是有德 关心不算 教我们 要反文 文字性 性成 才能够成就无声道 就是我们修行的时候 要念念的当中 都要返回 向内心 向内心去看 向内心去听 看什么呢 看我们现在的念头是什么 我们如果念佛 我们就要看 我们心里面起来的 是不是这句阿弥陀佛 如果你看的是 诶 念阿弥陀佛 念了没几句 其他又打妄想 诶 今天的什么 今天的这个手机 又出什么新的 新年的 这一句 什么名牌衣服 名牌都要出什么 那你就要什么 就看 起这个念头的话 就是妄念 你就要赶快再回答佛 所以这个怎么 这叫做反文 过关心的 所以这才是对的 那你食指这样子看 食指这样子的听的话 听你内心的声音的话 那把不好的念头 转成佛 这样子的话 你的心 就会越来越清净 就能够得定了 那功夫成就 以后就能够明心见心 就是能够开悟 同样的 念佛也是 念佛的时候 一样向内看自己的心 从心里面 能够把念出这句阿弥陀佛 然后再用心 听阿弥陀佛 这样才是反文 反光的一个修行方法 这样子的修行 心就能够容易得定 跟能够清净下来 接着我们再看 后面的这段文章 故会行为先导 行行为为正修 如目主定于你 会就是能信能愿 把信愿比作眼睛 把慈敏比作行进 我看得清楚 我走得没错 没有信愿 等于瞎了眼睛 虽然走路走到岔路上 也不知道 有信 有愿 没有行 这个人 有眼睛 没有腿 看到了 没办法走到 由此可知 信愿行 三个条件 绝于不可 一定要具足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一定要具备三个条件 信愿行 信西方极乐世界 真有 不是假想的 真有阿弥陀佛 我一定要见到他 一定会见到他 相信收口世界 轮回是苦 下定决心 一定要脱离 要真信 要有真实的怨心 什么修行法 我在讲习中 常常提到 正行就是持名 持持名号 住行就是读经 断恶修丧 你看那些往生 欲知实至 站着走的 坐着走的 自在 潇洒走的 他们没有给的 就是信愿行 三个条件 圆满具足 真正做到 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凡事不能成就的 绝对 这个三个条件 是不具足 所以他不能成功 因此他这里告诉我们 就是我们如果是 修净土的 修念佛法门的 最重要的条件 就是我们要具足 这个信 愿行 信就是一个方向 目标 方向目标 要正确 如同我们有明亮的眼睛 眼睛明亮 看得清楚 这样才是 道路才会正确 愿力和实行 就是一种动力 就是一种能源 有方向和目标 如果没有动力 也一样无法到达目的地 好比大家 大家都在这里探讨 巴塔亚 怎么去 都知道巴塔亚 要走哪一条路 大家都知道 但是讨论只是讨论 如果大家都坐在这里讨论 没有人开车 出发 结果 大家都知道不了 念佛也是一样 是到目标 就要老实的念佛 一句一句的去念 那就离西方极乐世界 就越来越近 往生当然就没有问题 如果你都不念 那问题肯定就会很大了 那不只是师父帮不了你 到时候 连阿弥陀佛也无法帮忙 因为阿弥陀佛是接引念佛 众生往生净土 你不念佛 就和阿弥陀佛不来电 不相应 所以佛也无能为力 因此能不能够往生 西方净土 关键是在你 在你念不念阿弥陀佛 那么你身 有没有深信 有没有信心 你如果深信 有极乐世界 有阿弥陀佛 那么你不想要再轮回了 又很强的出离心的话 那你肯定 决定往生净土 老实念佛的方法 指指名号 就是一个真正的正行 读经 心阿修福 断恶修善 这个是一种柱形 这是叫做相扶相承 这样子的话 你的往生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的这个莲味 品味 就会越来越增长 因此是这一段的意思 接着我们再看后面这一段的文章 念佛因缘不可失忆 阿弥陀佛名号功德 不可失忆 如果念佛因缘 名号功德 普遍在此事 世间宣扬 世界即使有再大的灾难 也能化解 此处讲的因缘 就是具足信 怨情 真正深信 恳切 发愿 认真念佛 这句佛号 绝不离口 古人讲的 术念术不离手 佛不离口 心口相应 这才是真实念佛 想逢念主居士 一天念十六万身佛号 祭祀表演 都设六根 敬念相继 将我们佛不离口 术不离手 行住坐卧 心里都要有佛 决定不能离开佛 晚上睡觉 做梦 还是梦跟佛在一起 这样才相应 要把阿弥陀佛 喜欢到什么 急促 你天天晚上梦到他 那这样才行 这里告诉我们的 就是说我们念佛 一句阿弥陀佛的念佛功德 其实真的是不可思议 一句佛号 他的多大力量 不是我们反复的 这个知见所能够了解的 世间的灾难 有那么多 天灾人祸这么多 这些灾难 是什么 需要靠念佛 靠念佛来化解 就像是连三二道的罪业 受苦的众生 也是什么 靠念佛来消业 来化解 因此我们经常从 三十系列的法会 这个超度当中 亡者能够得度 亡者能够离苦 生净土 这其实都是什么 都是阿弥陀佛的 佛力加持 因此是什么 是念佛的功德 或者你说 这些在地狱 在恶鬼 在出生到的众生 他怎么往生 我们人的能力 根本是没办法去 因为我们 恶鬼到在哪里 地狱到在哪里 我们都不知道 入口在哪里 都不知道 怎么帮他们 找出口 所以这绝对 不是我们的力量 而是什么 而是阿弥陀佛的佛力 因为我们的诚信 然后加上 阿弥陀佛的愿力 因此能够 帮助这些的众生 所以我们才相信 三十系列 是真正超度 帮忙消业 帮忙度众生的 度亡者的 一个最好的一个因缘 因此我们 金光老二上 他们不断的提倡 主要做三十系列 尤其这几年来 整个世界灾难特多的时候 他不断的鼓励 叫他的弟子 不断的办三十系列 不断的来消业当 因此把这些的众业 能够清授 让世界能够得到一种和平 灾难能够减少 这都是什么 都是佛力的加持 因此我们要真心念佛 念阿弥陀佛 那么古人常说 诸不离手 佛不离口 就我们随时念诸 要不断的带在手上 拿念诸念佛 不是做给人家看的 不是说你表现 你拿念诸在那边阿弥陀佛 是你很有修行 不是 而是当你拿着念诸的时候 你的心比较能够专注 比较不会散乱掉 当你连佛诸都不拿的时候 你的心可能就随着外境 看电视什么 跟人讲话 你的心就跑掉了 但是你还有拿着念诸的时候 你养成念佛的习惯 可能或许人家来问你 跟你讲个话 但是讲完之后 因为你手上拿着念诸在念佛 所以你很快就会知道 我现在是要念佛 所以你马上就会再提起来 或者如果你连念诸都不拿的话 可能一聊了之后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等到人走的时候 你再讲到 再来念佛 那你的心什么 已经跑掉了 因此这是一个 一个很好的提醒的工具 那这就是心口相应 一边称念佛诸 一边真心从心里面 念出这个佛号 这就是真正相应 老师念佛就像房念族 这个老居士 一天发心要念十六万神的佛号 这真的是不容易 我想这可能一天二十四小时 除了睡觉之后 其他时间都是在念佛 这真的不容易做到 我们必须要赞叹 但是如果你的道心不够 时间不够的人 拜托千万不要学习 或者你说这个居士那么发心 一天念十六万神 我也学他发愿一天念十六万神 但是问题 人家有那个信心 人家有那个时间念 你不要刚开始最近 没有什么工作 很忙 可以一天念十六万神 佛号 当你越念开始 工作 生意越来越好的时候 忙着赚钱做工作了 结果佛号今天 对不起 只念了三万 然后就欠了十三万 后天又更忙 只念了十万 又欠了六万 然后等到一个月下来 对不起 我已经欠了阿弥陀佛 一百万神的佛号 想一想 这一百万要补到什么时候 干脆不要念了吧 这就是为什么 这就是你给自己的压力 所以我们学佛不是要教你 这么样的用功 不是 要看自己的时间 学佛是什么 是自在当中 去能长远心 而不是前面冲得很快 后面就退道心 所以这不是我们所要鼓励的 因此别人可以做得到 你不要跟着人家这样 要以自己的时间为主 否则到时候你退道心 连佛都不念 因为你做不到 就产生了念佛的压力 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了解 所以要提醒大家 量力而为 慢慢的增加 会比较妥当 念佛就是在平时的行处作用当中 去训练 去养成 久而久之 你已经养成这个习惯的时候 习惯就成自然了 然后再进一步 到你连晚上睡觉的时候 也养成了念佛的习惯 那恭喜你 你的定力已经很具足了 能够做到这样的话 就是 朝朝供佛起 夜夜报佛免 所以你已经时时 都与佛同在 功夫就得利了 所以这种人 到时候要自在往生 欲知实至 得胜进土 都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